我不常生病 79岁死了病 时间不长只有四天 情形很严重 发高烧 我住在旅馆 生病的第四天 应该是清晨 大概三点钟左右 我觉得我自己 躺在一个山坡下面 面对着我是清晨 一重一重的清晨 那是个梦境 但是特别清楚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 我又忘了自己有病 看到 十十多多人 面朝着我 密密麻麻的 满身边也全是人 面对着我 我看到他们 看得很一声 突然之间 这些人统统变成出身 我感到非常惊讶 这么多人 怎么突然之间都变成出身 也是面对着我 遇到这么个境界 我后着念了一声 南无本司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出现了 这境界就没有了 佛多大了 就像经上讲的 黄金山一样 半边天 通常 我讲经拜佛 第一拜 拜本司 释迦牟尼佛 第二拜 拜本司 阿弥陀佛 第三拜 拜本司 皮诺哲娜佛 皮诺哲娜 法神佛 阿弥陀佛 报神佛 释迦牟尼佛 应神佛 我都是这个拜法的 念书了吗 这么多年吗 本司出现 释迦牟尼佛 信了 我再念一声 南无本司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出现了 释迦牟尼佛不见了 整个虚空 就是一尊佛 我接着念 南无本司 皮诺哲娜佛 皮诺哲娜佛 信了 阿弥陀佛不见了 最后我念了一个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出现了 像跟佛一样大 我就听到旁边有人告诉我 你还有没有放不下的 还有没有什么人要见面的 还有没有事情没完聊的 我是统统没有了 我想往生 我最后的时候 我有一句话 如果佛需要我 在这个世界 帮助苦难众生 我说也可以 我再住几年也不妨碍 这样就行了 行了之后 一身汗 病就好了 这是 平死的经历 死亡的经历 我经历过 所以我现在不怕死 我最喜欢去往生 日早越好 那留在这个地方呢 这是早年张家大使告诉我 只要真正发心 为真法救助 为弘法立身 你的一身 佛菩萨提您安排 你不要操心 阿 利 陀 佛 阿 利 陀 佛 阿 利 陀 佛